一千多年前,有个皇帝,他很喜欢玩斗蛆蛆。 斗蛆蛆就是把两只蛆蛆放在一个盘子里,让他们打架,看哪只蛆蛆能赢。 皇帝喜欢玩斗蛆蛆,大家就得去找蛆蛆。 很多地方的市长都从自己的地方找来厉害的蛆蛆,送去给皇帝。 找到厉害蛆蛆的人会把蛆蛆买得很贵。 很多人把房子卖了,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都不一定买得起一只蛆蛆。 有一个地方,叫花音市,这个地方没有蛆蛆。 但是,这个花音市的市长,想让皇帝喜欢它,就花了很多钱, 从别人,从别的地方,买了一只很厉害的蛆蛆,送去给皇帝。 没想到,这只蛆蛆真的很厉害,一下子打败了很多蛆蛆。 皇帝很高兴,就让这个市长每年都送一只蛆蛆来。 市长不可能每年都花那么多钱去买蛆蛆,怎么办? 皇帝要市长交蛆蛆,市长可以要村长交蛆蛆。 因为,皇帝下面有很多市长,市长下面有很多村长。 所以,这个市长就让每个村的村长每年秋天交一只蛆蛆上来。 交上来的蛆蛆,市长会让他们逗,最厉害的那只就会送去给皇帝。 村里面,村里面一些没有工作的人,每天都会去找蛆蛆。 找到好蛆蛆,他们就会把它放进一个金色的笼子里,拿去卖,卖得非常贵。 村长要么,要么自己去捉蛆蛆,要么自己去捉蛆蛆。 钱没有,蛆蛆也不好找。 交不上蛆蛆就要被打,所以谁也不想当村长。 蛆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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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找村长要 成名当这个村长不到一年 家里的钱都快用完了 又到了秋天 又到了每年要交区区的时候了 去哪儿找区区交给市长 家里已经没钱了 买不起区区 成名每天为了区区的事 吃不好睡不好 他对妻子说 我真的想死的信都有了 死有用吗 妻子说 我们没钱买区区 那就自己去捉吧 说不定真能捉到一只区区呢 成名想 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成名就拿着笼子去捉区区了 一天下来 他所有的地方都找了 草地里 石头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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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跳上跳下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都没有找到区区 第三天 第四天 成名每天都是 一大早出去找区区 每天都找到很晚 但都没有找到区区区 交区区的时间到了 成名交不上区区 被打了二十下 过了一天 成名终于找到了一只区区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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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过了十天 成名还是交不上曲曲 每天被打二十下 十多天下来 成名被打了两百多下 现在走都走不动了 哪里还能再捉曲曲呢 他躺在床上 想来想去 怎么办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把房子卖了 拿去买曲曲吗 也不知道这房子的钱 能不能买只好曲曲 再说了 房子卖了 妻子 儿子 住哪里 没有钱 得死 找不着曲曲 得死 怎么做 都是死 就这么想着想着 成名睡着了 梦中 他看见了小山 山下有很多大石头 有一块大石头旁边 有一只三条腿的黑狗 他跟着这只狗 走进草地 然后看到一块红色的石头 上面有一只曲曲 这只曲曲 这只曲曲 头是绿色的 腿很大 看起来很厉害 成名起床后 想起那个梦 那小山 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是什么地方呢 想着 想着想着 成名突然跳了起来 啊 那不就是学校旁边的小山吗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经常去那儿玩 那儿会有曲曲吗 这个梦 是真的吗 现在的成名 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梦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去看看吧 说不定 真的有曲曲呢 这么一想 成名慢慢地 从床上起来 向村里学校旁边的小山 走去 到了小山 成名真的 找到了 有很多大石头的地方 但是 他左看看 右看看 没有看到 梦中的大石头 和三条腿的黑狗 他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一声狗叫 回头一看 是只三条腿的黑狗 站在一块大石头旁边 真的和梦里的一样 成名二话不说 跟着狗走进了草地 走了很久很久 他看到了一块红色的石头 走近一看 石头上面 真的有一只 头是绿色的曲曲 成名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他赶紧去捉曲曲 只见曲曲跳进了草地 成名赶紧去追 终于 他把曲曲捉进了笼子里 把笼子拿进一看 这曲曲曲 这曲曲两条腿很大 一看就是一只厉害的曲曲 成名高兴地大叫了一声 太好了 好像他那两条腿也好多了 他带着曲曲唱着歌回家了 回到家中 成名的妻子看到曲曲 也很高兴 这下好了 真的太好了 你快把曲曲拿去给市长吧 今天太晚了 市长已经下班了 我明天一大早就拿去 也对 那我去买点好菜 我们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今晚可以好好吃饭了 说完 妻子高高兴兴地出门买菜了 她买了很多菜 准备晚上做好菜吃 她还买了一个新笼子 小心地把绿头曲曲放在里面 成名去买了很多曲曲爱吃的东西 什么贵就买什么 成名和妻子看着新笼子里的曲曲 这下好了 曲曲找到了 房子不用卖了 成名也不用再被打了 曲曲在笼子里叫着 两人在心里唱着歌 就等着明天把曲曲送去给市长了 成名有个儿子叫东东 九岁了 东东很爱玩 每天不是追着狗 就是追着猫 他还爱打架 他打架打得很厉害 村里面的孩子都怕他 成名得了这只绿头曲曲 怕儿子拿去玩 就告诉东东 不能打开曲曲的笼子 不能玩这只曲曲 一定不能玩 不说还好 说了东东还真就想玩玩这只曲曲 他左看右看 爸爸不在家 妈妈在做饭 没人看他 他马上跑到曲曲旁边 打开笼子 把曲曲拿了出来 他想着 我就看一下 我看一下就放他回笼子里 谁知一不小心 曲曲跳出他的手 跳到了地上 东东急了 忙跑去追 曲曲跳来跳去 跳到了东东脚下 东东一看脚下 曲曲曲已经死了 东东很害怕 拿着死去的曲曲 跑去找妈妈 成名的妻子一看 曲曲已经死了 气得大声说道 你 怎么不是你死啊 曲曲死了 我们都活不了 等你爸爸回来 看你怎么办 东东没说话 带着死去的绿头曲曲 跑出去了 等成名回来 妻子把事情告诉了他 成名一下子 坐在了地上 很久以后 问道 他在哪儿 成名 成名和妻子 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东东 最后 他们来到河边 看到河边 有一个曲曲的笼子 就是他们放绿头曲曲的那一个 东东 不会是跳进河里了吧 成名 成名赶紧叫人一起跳到河里找东东 不一会儿 东东找到了 但是 他 好像已经死了 成名和妻子 已经不知道生气了 他们呆呆地坐在地上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说不出话来 到家后 做好的菜 还在桌子上 他们 看都没看一眼 他们把东东带回家 觉得他身子还是热的 还有气 就先把他放在了床上 到了晚上 东东坐起来 看了看成名 呆呆地 不笑 不说话 好像不认识他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东东躺了下来 好像又睡过去了 曲曲死了 儿子又成了这样 成名呆坐在床边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第二天早上 成名突然听到门外 有曲曲的叫声 他跳起来 看向门外 真的是一只曲曲 成名心里高兴 赶紧跑去捉他 曲曲叫了一声 跳走了 成名又跑去追 曲曲跳得很快 成名紧跟在后面 一转眼 曲曲不见了 成名东看看西看看 忙着找曲曲 终于在一块小石头上 看到了曲曲 这只曲曲小小的 黑红黑红的 成名觉得它太小了 捉了 捉了也没用 转身想走 只见这只曲曲 自己跳到了成名的手上 成名看了看它 觉得它虽然小 但是样子很好 有曲曲比没曲曲好 这么一想 成名把曲曲带回了家 他想送这只曲曲 去给市长 但又怕市长看不上 就想先试试 看这只曲曲 厉不厉害 本里有一个叫小黑的人 很爱玩 每天都去捉曲曲 他有很多曲曲 最厉害的一只叫东方不败 是小黑给他的名字 意思是 他的这只曲曲 打架只会赢 不会败 成名当时找不到曲曲 就想买小黑的东方不败 送给市长 但是真的太贵了 成名买不起 成名带着他的小曲曲 来找小黑 小黑听说 有曲曲来找东方不败打架 很高兴 从金笼子里 小心地 拿出了东方不败 放到盘子里 准备打架 成名一看东方不败 又黑又大 一点信心也没有了 他把小曲曲 放在身后 不想拿出来 小黑看向成名身后 来都来了 把曲曲拿出来 玩玩吧 成名想到不试试 不知道小曲曲 厉不厉害 就不能送去给市长 还是试试吧 他看了看东方不败 又看了看身后 打开笼子 慢慢地把小曲曲拿出来 放到了盘子里 小黑一看到成名的曲曲 大笑了起来 现在 两只曲曲都在盘子里了 他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动 小黑急了 大叫道 东方不败 打他 打他 方不败听到叫声 向小曲曲跑去 小曲曲跳开了 东方不败又追来 小曲曲又一跳开 再转回头 突然很快地 向东方不败跳去 咬住了他的后腿 小黑忙把东方不败拿起来 放进他的金笼子里 说 没想到这小曲曲那么厉害 只见小曲曲看着他们叫着 好像在说 你们看不上我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成明也没有想到 正在成明和小黑 看着盘子里的小曲曲的时候 小黑家的大公鸡 突然跑过来 看到曲曲就要吃 走开 走开 成明对着大公鸡大叫 再一看 还好 大公鸡没吃到 小曲曲一跳就跳开了 大公鸡看见小曲曲跑了 就马上去追 成明急得不得了 眼睛跟着大公鸡和曲曲转 突然 听到大公鸡大叫了一声 成明走近一看 只见小曲曲在大公鸡的眼睛上面 咬住公鸡不放 小曲曲打败了大公鸡 成明太高兴了 小心地捉住小曲曲 放进了笼子里 二天 成明带着小曲曲 去了市长那儿 市长一看 很生气 有这么一个小东西 你也好意思拿来 来人 给我打 别啊别啊 您听我说 成明急了 这只曲曲 打败了我们村里最厉害的曲曲 还打败了一只大公鸡呢 市长不信 打败了大公鸡 怎么可能 成明 成明真的不想再被打了 他马上说 真的 真的 您可以试试他 好 那我就试试 市长叫人拿了别的村送过来的几只曲曲 让他们斗 让他们斗 真像成明说的那样 小曲曲 赢了 市长很高兴 又叫人找来了一只公鸡 小曲曲又赢了 市长高兴地跳了起来 忙叫人 拿来了一个金笼子 自己走上前 小心地把小曲曲放进了金笼子里 然后他马上写信给皇帝 把小曲曲怎么怎么的厉害 怎么打败了所有的曲曲 还打败了大公鸡 都写在了信中 最后他叫人马上把小曲曲和信一起送进了宫中 宫里有名的曲曲很多 小曲曲跟这些有名的曲曲斗 把他们都打败了 皇帝高兴得不得了 给了市长很多钱 还让他到自己身边工作 市长想到他能有今天 都是从成明那儿来的 也把皇帝给的钱 分了一些给成明 还不让他做村长了 成明有了钱 终于可以吃好穿好了 他和妻子都很高兴 只是 他们的儿子 还是躺在床上 像睡着了一样 不吃不喝 不死不活 秋天过去了 天气变冷了 一天晚上 成明和妻子做了同样的梦 梦见他们的儿子东东 东东说 我就是那只小曲曲 曲曲是我 我是曲曲 绿头曲曲死了 是我的错 我就想 要是我能变成曲曲就好了 让我变成曲曲吧 让我变成曲曲吧 我爱打架 别的我不会 但是打架 我会 我一定要赢 我赢了 爸爸就可以不用当村长 不用被市长打了 我九岁了 我懂事了 我和别的曲曲打架 我就想 我一定要赢 为了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打败了所有的曲曲 我很厉害 我想变回来 但是 我怎么变 都变不回来了 也好 我多活了一个秋天 打败了所有的曲曲 我的时候到了 我要走了 你们不要想我 你们要好好的 我走了 再见 我的爸爸 妈妈 第二天早上 咚咚 咚咚 死了 有信 从宫里来 信上说 那只小曲曲 死了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死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